好幾錄攝影機畫面待命準備 金藏演繹現場精彩鏡頭就從這裡出發 但要送到民眾眼前還有一個關卡 送到YouTube上確定他有沒有收到 車人訊號穩定直播順利進行是他的重責大任 同時直播聊天室的幕後鍵盤手也是他 比如說現在節目可能他五分鐘開始 然後跟大家聊一下 會跟YouTube上的好友做一些互動 這工作他從高雄廠做到彰化廠 現在要繼續盯著台北十個場次 責任更加重大 高雄廠跟彰化廠 你必須要走到金師堂才有辦法一起看直播 那現在不一樣就是YouTube 所以大家也都很習慣看直播 也都很會滑YouTube的影片 那所以更不能出事情 喂 情報中心 我這邊是小巨蛋現場 請問有收到那個PGM跟CLEAN的畫面嗎 有啊 台北廠直播還有一點不一樣 是首次加入電視轉播 以前是用SNG轉播車 靠衛星的方式去做傳輸 衛星的一些費用跟成本會比較高 那近年來像今年的玉佛 包含這次的金帳演藝 他們都是使用所謂的網路傳輸 該走網路節省成本也可以避免氣候干擾衛星 影響訊號風險 可是同樣擔心網路會斷訊 我們鎖部的網路平寬需要做獨立 不應該跟別的地方做共用的話 它就是夠穩定 依工程部來講都會想好主路跟背路 所以就算主路有問題 我們會緊急在幾乎零秒差的狀況下切到背路去 距離金帳演藝首場剩不到24小時 直播團隊完成測試 敘事等待登場的那一刻 帶來新聞林怡婷 張略嘉 台北報導